天堂來不及氣速是不是快進了 恩... 我覺得依照現在這個風氣的話 我覺得會越來越多人想退坑 你的心願也說他有點想退啦 看這些人整天在那邊酸在那邊黑 他也不太想玩 不用你酸母 沒有啦就是... 你都不理他他一直造謠 啊等下有人性能怎麼辦 這些人就是跟老鼠一樣 很煩 幹只有兩個欸 我的天啊 連爆三個我就點那個戒指 欸夠了欸 幹一個五了 哇 漂亮喔 那我這邊怎麼辦 我想要那個勇士戒指也加五 收藏 謝謝飄哥 感謝飄哥 我這樣子是不是 算舔飄哥 許黑門是不是要說我在舔飄哥 連三爆我就點戒指了 好 換戒指 好100% 過 過 過 怎麼辦 再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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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拜託拜託拜託 這100多個戒指箱我收了一個禮拜啊 拜託讓我過啊 兄弟 老鼠 好 那 這麼 那麼 拚 快 刀石耳環比較貴 比較難收 而且數量比較少 你建議先別塞 幹 不會早點講喔 平成 就已經塞完了 啊謝謝 神秘哥 舔爆神秘哥 3290 50萬TW只能玩30分鐘 跑來泰國 換換玩3天還是剩一些 幹玩3天花50萬 好屌喔 我去5天 北海道然後每餐都吃好的 然後住好的 這樣也才花20 你3天泰國可以花50 我懷疑 沒事 我去澳塔大廳點 光光 過了 nice 三件加7了 插盔甲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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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舒服啊 一件上 直上 現在只差盔甲 插盔甲 沒加7 今天應該加7了吧 這個能不加7嗎 可以點兩次耶 25% 今天點這個標誌一個都沒過耶 讓我過一個吧 nice 是 加7 加7 大將軍 加6跟加7是多什麼 無視遠回 好像沒啥用 沒事 加7先用 然後那個什麼啊 我看有些人在那邊說什麼 我蹭好老爺 流量什麼的 說什麼我拍一堆 影片造神 我這個我真的覺得 很瞎 什麼叫造神 假設他今天是一隻什麼 什麼垃圾紅便 我把它吹的跟神一樣就算了 問題是 那那個時候他那是什麼機體 全部 傷成加9 然後 400多房 這個有需要造神嗎 這個你瞎子都看得出來 這個機體很神吧 我拍過好老爺的影片有幾隻 我們來算一下 預估收益333.65 大概1萬台幣啦 好不好 這一部算1萬台幣 然後 這一部 這一部 這一部是我們跟他們大戰的精華嘛 那個時候在 內戰的時候 這個算秤嗎 可是我們大戰我減精華 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一部多少錢 5000台幣 收益是5000台幣左右 乘以30 1萬加5000幫我記一下 趁他媽的 然後再來 下一部 挑戰最強妖精好老爺 重點是這場還是他來找我打的 不是我去找他打的 這一部影片的收益呢 是 算7500 然後再來 第四部 這一部應該是第一部的 這一部也不是我開他帳號 這一部我記得我是遠端 五花的電腦 然後 看他的 裝備 因為當下聊天室很多人想看嘛 所以我才 問老爺會記得看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五花 因為他的帳號是五花在開的嘛 所以 五花就給我遠端 所以我從來 從來沒有開過 好老爺的帳號 這一部的收益是多少 6000塊 好 這樣子是多少錢呢 28000塊 對不對 那我剪一部片是5000塊 好 扣掉5000塊的話 基本上都是 我都是給片師 賺 我8000嘛 然後再來那個時候 菊花幫 半尾牙 我是不是贊助 說要贊助多少錢 2萬賺 雖然後來他們沒有半了 但是這筆 這筆錢 本來是要給他們的 我到底要靠 好老爺 賺個幾八卯 到底要賺什麼東西 我真的不懂 精華 加起來 賺不到3萬塊 裡面2萬就要給片師了 然後還要包紅包 贊助菊花幫尾牙 然後說什麼 我跟他 我上次開直播 切割 我跟他又沒有什麼生意上的網 我要跟他切割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出去吃東西 我們出去也都是聊遊戲 大家都是熱愛這個遊戲的玩家 那你看那個時候 內戰玩 大家也感情不錯嘛 因為 那時候整天跟他們喬事情 講電話 那講完之後 喬好和好了 大和解之後 你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大老闆因為你 剛和好 剛和解 找你出去吃飯 你好意思說不要嗎 今天是你你不去嗎 出去吃飯 我跟星月出去吃飯 也是跟他聊一下遊戲 什麼的啊 也從來沒有問過人家做什麼的 我不太問人家做什麼的 我跟 像我舉個例 我跟趙哥認識多久了 從天堂M那個時候認識到現在 已經好幾年了 中間斷斷續續都會一直見面 他 我去北海道這幾天 他也打電話過來 好幾次 他也去北海道很多次 他也問我北海道這次去哪裡 我們都聊天嘛 當然這幾年來 我從來沒有問過趙哥做什麼的啊 我們就是 遊戲認識的嘛 然後 也是聊聊日常 分享一下日常 阿他有玩遊戲的時候就聊遊戲 現在沒玩了就聊日常生活嘛 怎麼說我那天開直播就是切割呢對不對 講得好像出去吃飯就是共飯一樣 這些人真的是 所以我開台 我上次開台只是針對我的部分 做澄清而已 我也沒有要切割阿 我根本跟他出去吃飯是事實嘛 阿他對我們也不錯 這也是事實阿 阿但是事實上就是沒有什麼金錢往來 也沒有生意上的往來 我們就只是因為 我們都有玩這個遊戲 那他 因為我們現在是聯盟嘛 所以他找我們出去 給他面子就出去 沒有借過錢阿 就跟你說我們沒有金錢往來喔 阿他請我們吃飯 我們也有請過他吃飯 就這樣子阿 想一想 在北海道其實 有很多話想講 但是又不想要浪費時間在那邊 解釋這些東西 因為 會破壞那個 出去玩的心情 真的是憋滿久的 群組出事了 群組又在湊裡面好來 湊 這個講了嘛 我現在就在開台 這邊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他既然想造謠 總是要讓更多人知道嘛對不對 他有他的論點 我希望他的論點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我開個DC讓他進來 讓他進來講 而且直播檔會留著嘛 會有更多人看到阿 看他對我有什麼問題 直接來講嘛 手機後面 螢幕後面 在那邊打字 沒什麼意思阿 我是你的當事人嘛 你直接來找我講阿 好不好 幫我那個 尋人啟示66K阿 我都沒有在那些群組裡面 那個都是人家 有一些朋友會在那個群組裡面 然後他們就會傳那些 群組裡面的一些截圖給我看 今天說你有沒有說星辰老闆 我有講阿 但不是我先講的阿 而且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梗阿 只有你不知道阿 你在跳針什麼 我給你DC你進來嘛 你快點進來 你不要聊天是打字 照你的邏輯 大家直播不能開玩笑呢 他媽當兵是不是阿 都很嚴肅這樣子嗎 都不能做效果呢 他從來也沒有承認過他是星辰老闆 怎麼今天出事了就要我背書了 有些事不是可以開玩笑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在那個時候 我就要預知到 他今天會出事 是嗎 你不要在那邊事後諸葛好不好 我剛知道他這個人 我就要馬上預知到 幹他這個人 半年後 這個人會出事情 絕對不能亂講話 你的意思 你的邏輯是要我這樣嗎 我看起來 像能預知未來的人 你們那些人要黑我就直接講 你不要找一些這麼 這麼可笑的東西來黑好不好 然後又沒有邏輯 他又不進DC 他一堆了一堆吃瓜仔進DC 要等著看戲 結果他不進DC 在那邊獵巫 今天人家出事了 就在那邊獵巫 把他身邊 跟他有關係的人全部黑一遍 就是你們這些人阿 我有所有怪主播嗎 你這什麼態度 你這態度不就是在靠北我嗎 一進來就說 你有沒有講過 你有沒有講過 你是不是有講嘛 啊你這態度 你不是怪我 啊不然呢 你是雙重人格喔 人格分裂是不是 你只想表達有些事情 不是說我開玩笑就沒事 可以阿 但是你要建立在相同的時空背景下 他那個時候出事了嗎 啊人家記憶體就擺在那裡 實在就是花很多錢嘛 就算那個時空背景 大家不知道他的錢是怎麼來的 但是實際上那個時候 他就是花很多錢嘛 那你說要是那個時候 知道 那個錢怎麼來的 那他出事情 那我還把他 開玩笑在那邊說他 心疼老闆什麼的 害人家被騙什麼的 那就算了 問題是那個時候 你把他放到現在筆 你要當我 有什麼預知能力是不是 未來戰士喔 明人要開始注意接近你們的人 我比較不會這樣子阿 因為我覺得 我交朋友都是 不是為了什麼利益什麼的阿 都是覺得 有緣認識就 也不會帶太多防備心阿 你今天認識一個人 一開始就要防著他 你要怎麼跟人家交朋友 對啊 你今天交一個朋友 或者是人家找你出去吃飯 那你就要先去調查一下人家的身家 調查一下人家的背景 這樣不累嗎 你要先把他調查 喔這個人是清白的 可以交 然後才跟他出去 這樣也太累了吧 有人交朋友這樣交的嗎 那個特羅斯 你是有被他騙錢是不是阿 你沒有你那麼氣幹嘛阿 對啊 你就直接講 看我不爽 這樣我真的沒話講 可能我哪一點做不好 來讓你看我不爽 但你講這個 沒有邏輯 真的沒有邏輯 你認為是鬧著玩 有人認為不是 OK 讓你說一下 有人認為不是 然後被他騙錢的 你叫他來找我 私訊我FB粉專 那你請他來私訊我嗎 有人因為我講這句話 被他騙錢的 還是怎麼樣的 這樣可以嗎 特羅斯哥哥 好阿 好阿 我等你阿 一定要私訊我喔 不要掰一些 莫須有的東西出來喔 如果有的話 我們下次直播就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的話早就講了啦 好啦 今天先看到這啦 那我睡覺了 我睡覺了 我就在天氣 我睡覺了 你有什麼事 都在看見 天氣 你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